提供港式燒味 還有鹹香大燒骨 廣東朋友一定不會陌生 作為廣東地區的一個傳統美食 以其味道鹹香可口而聞名 燒骨雖然好吃 但製作起來還是不容易 西哥,後面就是燒骨 我想問燒骨和叉燒有甚麼不同 我們燒骨只有鹽水浸 就是用鹽水浸就行了? 不用煙製 原來味道已經很好 加少許鹽的食材 它突出鹹香味 鹽和油脂產生爆料時 加熱,它會爆開 表面除了脆之外,還要香 這就是鹽和油脂產生 我想問一下,泡鹽水要泡多久? 泡鹽水要泡24小時 原來也要泡24小時 對,因為那時夠韌味 基本上不是用豬的脊骨嗎? 對… 脊骨通常都是前脊、後脊 它燒骨通常用後脊 後脊… 用後脊骨 豬脊骨有很高的營養價值 膚含蛋白質、脂肪、維生素 骨膠原、骨粘蛋白 以及鱗、酸、鈣等營養成分 它還有這些肉 如果肉燒起來 最起碼不用蛋蛋白 你知道一斬開它,煮燒骨粥 當然有些肉吃了久才過癮 對,吃那口粥和那口肉 特別香滑一點 對…切得很整齊 這裡是中間的 對…通常要燒多久? 這些要燒過半小時 過半小時? 對 是多少度爐溫? 兩百三至兩百五之間 每度都有燒骨 你們家公司的燒骨 跟別人有甚麼不同? 我們…我們主打一個香 即是中原水,但比別人香? 對 為甚麼? 我們有燒的夠乾 即是燒的夠乾 即是燒的夠乾 還有我們師傅的… 獨製的那個比方 獨家秘製的償配的鹽水 對… 再加上新鮮的朱骨 還有沒有? 沒有… 很難? 對 我推下去放一下會比較香 加油,大表哥 很重